果然看到杰克翻越炸乱后 黑车里的刀疤男也立即下车 带领两个小弟迅速追了上去 趁杀手正忙着翻墙 狄克森手持撬棍埋伏了起来 而杰克则默默看了一眼前方脚手架 心里顿时有了主意 等杀手赶到 他看到杰克正在徒手攀登脚手架 便立刻跟了上去 殊不知自己已经中了圈头 正当他小心翼翼寻找大块头时 杰克突然从身后冲了出来 一刀下去 瞬间激怒了杰克 于是他上去就是一个过肩摔 然后在一板砖加一飞脚 把男人揍得毫无还手之力 最后他抄起水泥铲 和杀手展开终极对决 可在同一时间 另一边的狄克森却遇到了麻烦 正当他拿着撬棍和一个小卡拉打的男神男分尸 刀疤男竟然不讲武德从身后开枪偷袭 幸好这时杰克及时赶到 三拳两腿把男人撂翻在地 本以为刀疤男至少是个王者 没想到却是青铜 过不了三招 就被杰克按进水泥池里动弹不得 至于怎么处理尸体 杰克也早已想好了对策 那就是让他们相近水泥中 为城市建设出一份力 解决完杀手 二人赶紧来到刀疤男的车上寻找线索 可除了调查组成员的资料 就只找到一部手机而已 怒火中烧的杰克直接就给拨了回去 老板确实是慌了 赶紧挂断了电话 据杰克分析 杀手和幕后老板用的都是一次性手机 临时牌照也是幽灵车牌 没什么能指认他们身份的东西 可正当他以为线索已经断了时 迪克森却在车里找到一张停车场通行证 上面写着新时代科技的名字 看样子只能把这家公司当作突破口了 第二天 杰克把昨晚的事告诉伙伴 准备带着大家去调查新时代科技公司 可话还没说完 门外突然响起敲门声 四人立刻高度戒备 结果是虚惊一场 原来是安全总监带来了调查结果 然而不幸的是 最坏的情况果然发生了 死者照片很容易辨认 正是失踪已久的桑切斯和奥罗 并且他们的伤口与弗朗次一致 同样也是遭受折磨后被扔下直升机 另外安全总监还询问了同行 并没有赌场委托桑切斯和奥罗调查案子 至于6500万的赌博骗局 大家也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眼看惨死的战友又多了两个 杰克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 而就在他们人手一把枪后 一行人便怒气冲冲杀回了纽约城 可不料刚进城 就被警察拦了下来 一时间众人议论纷纷 不知道自己招惹了哪路神仙 但很快他们就有了答案 原来是几天前被杰克胖揍一顿 然后晾在地上的光头警察 只见他杀气腾腾赶来 带着怒气敲响了车窗 眼看自己免不了要吃一顿牢饭 杰克不紧不慢地交代起 接下来要做的事 而原本最无所事事的奥唐纳 却被杰克直接叫下了车 虽然他毕业于全国倒数第一的法学院 但好歹也有张资格证 本以为至少能充当一下律师 可谁知他的证确好像是买来的 奥唐纳顿时甘大到无言以对 而杰克也很快被押进了审讯室 这是光头才坦白了自己的目的 原来他并不打算追究袭警的事 只是想和杰克合作查案 为了表明诚意 他向杰克分享了自己查到的线索 在弗朗茨办公室的打印机里 他发现一张完好无损的存储卡 里面有份文件因为墨水不足的关系 留在打印堆列里 通过这份文件他们找到一个嫌疑人 说完便递上了一张纸 杰克这才知道 原来桑切斯和奥罗是在帮弗朗茨调查这个 名为阿扎里马哈闹德的男人 而且他的名字首字母也是A 这又一次佐证了他们的猜想 杰克表示这个名字很可能也是画面 接着便把他们查到的名字全部写了下来 光头拿到名单直接一言不发走出了审讯室 只留下神色凝重的奥唐纳和杰克二人 看样子这起案子远比他们想象复杂的多